2015 综艺盛典诚意具现 这香有礼 最炫动的舞台表演 最诱惑的超级大奖 最严苛的嘉宾评审 好戏不断 惊喜连连 每周日晚19点30分 让我们一起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全新一期的综艺盛典 这香有礼 顾斌 张磊 这香有礼 来 看一看三位评委 第一位 深受大家喜爱的农民歌唱家 朱之文 欢迎你 永远这么柔情似水的 于文华 欢迎你 脑门被儿亮的 陈汉版 欢迎你 欢迎三位 希望三位可以公平 公正 不错啊 很有人缘 欢迎你 欢迎你 声很高啊 是 是因为他头最亮嘛 发型最酷 好的 今天舞台上呢 有两个礼物和其中的礼物呢 要等待着过关的挑战者 以及我们的幸运观众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的节目 除了场内的三位幸运观众之外 还有三位呢 是从场外的观众产生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还等什么呢 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 帮到二维码 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场外 幸运观众的抽奖 好 马上请出今晚的第一位选手 闪亮登场 两位主持人好 三位平美老师好 那个观众朋友好 我叫朱鲁卯 我是山东人 我来自这个 我是来自山东 山东德州 我是水泼凉山龙虎派 第十七代田二汉人 我的事成是武当山的张忠诚道长 铁砂掌 铁砂掌传人啊 对 铁砂掌传人 练多少年了 我练了将近十年 十年 练到什么程度上来就拿板砖上来 什么意思这是 这不是普通的板砖 这个是花钢岩 花钢岩 对对 多厚的花钢岩 上面两块是 两公分厚的 底下的这个是五公分厚的 朱师傅 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掌力 好不好 先试一试 先来一个两块 四公分厚的 好吗 好的 我先扔一下拼吧 好 第一次呢 是四公分厚 花钢岩 朱师傅 那你要不要先试一下 找我们上个老乡吧 他就想看看 有没有作假 那你检验一下 还请个老乡来 对 我们都是本家都姓朱的 对 怎么样 要不朱志文你来试一下 医长 这绝对是真的 朱志文说一掌下去 花钢岩没断 手断了 这是在 那个 你叫我说呢 这个花钢岩 别说是让这个掌发呢 把它打断 而且就是我是干过建筑的 用那个无磁锯 拿着 还能冒火星呢 还特别难拿呢 好 谢谢地理老师 给我们普及 花钢岩原来是这么厚的 对 好了 谢谢 谢谢朱志文 好的 谢谢朱老师 不客气 厉害 就觉得那手 那个手就像锤子一样 把它生生砸断了 那接下来 趁势我们来试试这个 五公分厚的 可不可以 这个石头 这属于花钢石的一种 这个叫玫瑰金 它是非常坚硬的一种石头 这是来自我们山东的 这个花钢石 也就是花钢岩的这个种类 它属于特别坚硬的那一种 现在是五公分厚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们拿 都有点分量 来 好 这一回呢 朱师傅说 他要用手背来断 我想问一下 手背是不是比这个手掌侧面 手刃这个难度更要大 要大一些 因为咱们现场的观众 可以就是伸出你的手来 你的右手 手这个大拇指 顶一下你这个手背 你看看疼不疼 用大拇指弯曲来顶一下手背 看疼不疼 就是说它其实比这个侧面 要更脆弱一点 对吧 因为侧面还有肉和脂肪的保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手背 您做完这花钢链之后 我都不打算跟您握手了 我觉得这一握 我这小手还不得粉碎性骨折 那好这样 朱师傅 这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您是为谁开箱呢 我是为了我的老婆孩子 为老婆孩子开箱 为什么 媳妇孩子 因为我长期在 长年在外地工作 很少回家 一年 因为这个为了多挣点钱嘛 一年就回家个一两次 就是我的孩子今年八岁了 但是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加起来 半年的时间都不到 所以说我今天想来的这个舞台 一个是实现我的这个功夫梦 再一个就是 想给我的家人拿点大奖回去 谢谢大家 我看着 看着是个硬汉啊 其实内心深处是很柔软的 虽然在外地不常回家 但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人 那今天通过屏幕也不用回家 有什么话想对嫂子和自己的儿子说的 媳妇儿儿子 我很少陪伴你们 希望这个今天 从电视机前 你能看见我 为我打气吧 好的谢谢 朱师傅 我想问问这么多年 送过爱人或者是孩子礼物吗 很少 是吗 你印象最深的 因为我很少回家 送爱人的礼物是什么 印象最深 送给她的是 一个最贵重的礼物 就是金箱链 结婚的时候吧 求婚的时候吧 是吗 对对对 结婚之后呢 就再没有过 没卡嘛 珍惜花每一分钱 因为家庭很不容易 好 那刚才只是热心而已 对不对 现在 刚才 刚才大家看见我这个功夫 只是小小的热心 我接下来 为大家展示的难度更大的 我这展示方法 跟这个别的铁牙掌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习练的 这个中华的传统铁牙掌 我是用一只手断砖 不拿手扶 我准备用一分钟的时间 看看能打多少块 我以前最好的成绩 是一分钟打过三十二块 朱师傅 我想问问您 破一下记录 他要打破的记录是 一分钟手断砖 三十五块 他能成功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朱师傅 您要不要先尝试一块 先尝试一块吧 好 行 我觉得朱师傅 我建议你不要再试了 因为会把力气呢 全部的使用到 我们现在就开始挑战 您认为可以吗 可以 好 朱师傅请准备 开始 三四十一块 五百岁 成回应 十八十九 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停 好 我因为刚才最后看条 我数到三十七 最后呢 多少块 三十七块 三十七块 准确无误 三十七块 三十七块对吗 好 我觉得够了 非常棒 挑战成功 恭喜主持人 恭喜 好 好 三位评委 点评一下 这位山东猛汉 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这一涨下去 你人就没了 关键 他现在一轮挑战 结束之后 我们这和刚拆迁完房子一样 真是太厉害了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功夫 您学了多少年呀 我练了将近十年 将近十年 就从十年前开始练练到 现在这个功夫 对对 因为我这个职业有点特殊 我是做保镖的 现在是以前 现在也是做保镖的 因为做这个工作 你身上得有点功夫 预计突发事件的话 遇到突发事件没有 遇到过没有 碰见过 关键是谁聘请他做保镖 那得多安全 光看这一只手 我估计 这小偷啊 或者是一些不法分子 就绝了那个念 这一掌下去 浑身粉碎心 手打完了 没事 韩白 怎么样 打两句 我看过许多铁刹掌 但是他这个 我是第一次看 绝对是震撼 太不容易了 别人都是把砖悬空了之后 摁着打 那样打的 那样打的 他这个难度太大了 底下还颤 底下颤 不是 你要再弄个石灰的 哪怕底下是个石灰的 大石头蹲着 或者什么 还好打一点 他这个不行 这个 这个 情老师说的对 如果今天 我要是在台下 用石头蹲着打的话 我应该今天 不会低于50块 因为这个台上 泄力 泄力一打的话就软 那个铁架子一直在抱 没错 而且 我这个铁架来回老晃 就不但美 反正是这个是 可能朱志文敢不给灯吧 我们俩 朱志文 你们家 我和牛黄 我俩肯定给拦灯 他出去这个门 是吧 朱志文 你觉得怎么样 我呢 我已经是惊呆了 我想说一句 想说什么呢 我回去呢 我想当一个 综艺盛典 这项有礼的 忠实的观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能看咱们这个 这个电视节目呢 能看的就是说 只有想不到了 没有看不到的 还有那个大礼 我觉得这是最让我感动的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 我只想当一名观众 因为当评委呢 我要投反对票 还有生命威胁 好吗 那三位嘉宾 统一下意见 给出我们你们最后的决定 究竟是蓝灯 还是红灯 好的 全家通过 谢谢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主持人 龙宝 接下来你就要慎重考虑一下了 这不是使用力气的时候了 这是考验你运气的时候 今天我们场上有两个礼物箱 你仔细考虑之后要给出我一个最后答案 两只箱子 猪龙宝里面的礼物价值悬殊非常大 请问你的选择是 金色还是鱼色 我选择金的 金的 是金子到哪都发光 好 金色的箱子 猪龙宝请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脸 猪龙宝你的礼物是 你的礼物是 你的礼物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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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门冰箱一台 我相信嫂子会非常喜欢 而且会很喜欢 可以吃冰棍 这个礼物怎么样 挺好挺好 满意吗 满意满意 高兴了 好的 感谢大自然的搬运工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送走来自于山东的铁沙掌印汉猪龙宝 那现在就要把一份礼物送给正在场外的一位观众 到底谁可以有这份好运呢 来 电话 选择 大屏幕滚动 开始 三二一停 好 手机是187尾号是5580的这位观众 导播 电话连线他 现在应该还不会睡觉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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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通以后 全场欢呼给他 喂 你好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综艺盛典 你好 我是主持人顾斌 你好 你好 我是主持人张磊 怎么称呼您 先生 我姓郭 姓郭 郭先生 您是之前在我们的二一码上扫过一次 对不对 对的 对吧 所以今天非常幸运的告诉您 我们在现场抽到了您 您将获得一份大礼 高不高兴 高兴啊 哈哈 哎 郭先生 你怎么像排好了似的 我听到你周围好像还有小孩子的声音是吗 哦 对 那是我侄儿 哦 你的侄儿 侄儿 您是在哪里啊 现在 在家里 在哪个城市 在哪座城市 在那个山东合泽 山东合泽 合泽 哦 你有一位老乡正在我们的现场 朱志文你认识吗 哦 认识啊 认识 朱志文跟他说两句 哎 老乡你好 哎 老乡 哎 我是朱志文 今天呢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哎 你能耽用家乡话说 老乡 好 哎 我是朱志文 今天很高兴听到老乡的声音 今天恭喜你 哎 中的我们中央电视台 中央盛典的大奖 一份 老乡 您等过后 我中下奖啊 我 哎 我也是不懂 哎 但是这个 这个小呢 没打开 这次到他这个豆腐 咋能弄来 这是 哈哈哈哈 这这这位先生啊 根本不在意跟谁通话 对 在意的是货什么奖 好的 闲话少去 马上把这个答案给你揭晓 看看你获得了什么奖品 哎 说实话 你告诉我 你最喜欢什么奖品 最想要什么奖品 郭先生 现在吗 现在吗 对 嗯 最想要什么 想要一个手机 想要一个手机 是吗 好的 到底是不是手机 还什么东西 来 打开惊喜 这箱 有礼 哇 电磁炉一台 郭先生 行了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获得了电磁炉一台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饭 你打算把这份礼物 是留为己用 还是送给他人 送给女朋友好了 好的 郭先生 那稍后我们将把礼物 快递到你家里去 希望你有一份好的心情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 电话不要挂断 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会和你核实身份 信息以及地址 我们会把奖品 快递到你的家里 好 谢谢 再见 郭先生 再一次恭喜郭先生的掌声 马上欢迎下一个挑战者 闪亮登场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心灵呼唤 残疾人艺术团的编导老师 在我身后的 都是我们团里的龙人孩子 他们可以自我介绍 他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好 好 其实这支这支艺术团呢 这支艺术团是观众非常熟悉的一支艺术团 为谁 我们是想为我们的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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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开箱 为团长开箱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原因让孩子们自己说吧 好 对 他们在团长妈妈的帮助下呢 已经可以开始发声 说一些简单的话了 对 来 谁 谁来说 好 我们想通过这一道牧蛎 拿到宝箱送给我妈妈 我们不希望妈妈为我们那么辛苦 早起晚睡 我们好心痛 他为我们融融好多谢谢 我们要把礼物送给妈妈 希望有好多好心人 帮助我妈妈 让妈妈帮手帮手 好好休息 我们爱他 真是非常本事的孩子 妈妈公司做的一点一滴 他们都看在眼里 所以妈妈生日来的时候 他们希望在这个舞台上靠近的表演 赢得一份礼物送给他 对不对 对 孩子们提到的妈妈呢 就是他们的团长 崔颖女士 有请 对团今天穿得特别的漂亮 其实我真的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我越来越感觉到 现在呢 是你付出辛苦 而收获的季节了 从96年开始 崔颖女士呢 一手建立起了这个残疾人表演艺术团 当时没有任何人帮助她 孩子们没有排练的场地 没有宿舍 没有任何的东西 完全是崔颖女士 就把他们孩子们当作家一样 来操持经营 包括孩子们做饭 都是她一个人去买菜 一道道菜给他们做出来的 所以呢 那里的艰苦可想而知 那今天呢 孩子们说了 来到这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生活过得越来越轻松 最主要的是 希望给你今年的生日 一份特别的礼物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看看 孩子们的表现吧 因为这个舞台有一个规则 如果他们的表现 获得了嘉宾的认可 才可以为您打开礼物 好吗 谢谢 好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孩子们的表演 掌声欢迎他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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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究竟怎么样我们要来听一听嘉宾他们对你们的评价 看看你们是否能开箱 用手势表达他的评价对不对 这也是谢谢 多少分吧你说 一百分你多少分 一万多分 一万多分 因为我跟这帮孩子在一起演出过好多次 就前些日子我们在一块演出过 这些孩子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特别认真 第二个在老师的教导下都非常有爱心 帮助人那种热情 那种热心肠 给人感觉 我看着这帮孩子 叫咱看着之后就特别受感动 在这些孩子跟前 你一点说不好的 不好的举动都不可以有的 就那种感觉 他们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这些老师每天心情的这么教他们 所以这些孩子 这种感恩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他们跳得也好 认真不惜力气 就跟我不能说别的吧 我说跟别的舞蹈演员比 他们要比别的舞蹈演员要出力 别的演员能出十分力 他们得出二十多分的力 没错 可以说 所以他们才能有这么高的水平 才能把这一段震撼人的舞蹈给大家 这个艺术团可不是一般的艺术团 大家可能知道 牵手关一就出自他们这 我觉得这个时刻 咱们应该掌声的请上翠银团长 因为听我们的嘉宾来夸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这一时刻我觉得翠银团长 翠妈妈不能缺席 来 请 真的是刚刚陈老师是属于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慨 的确这帮孩子 他就是特别的纯净 他们的纯净也是来源于 妈妈对他们那种无私的爱 他的那种慈悲的情怀 把孩子们教育的各个知道感恩 知道努力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赢得自己的人生 所以崔妈妈真的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祝孩子们谢谢你 祝福你们 祝福孩子们 祝福孩子们 祝福 我想说一句话真的 你们不是亲人 圣是亲人 我觉得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我 衷心的祝福 天下好人 好人一生平安 幸福长久 谢谢 祝志文 余荣华刚才说了 要谢谢翠妈妈 的确 我觉得应该感谢她 因为她改变了这么多聋哑孩子的命运 让他们找到了一个生活的航向 知道自己虽然在某些方面缺失了 但是我可以向着哪里去前进 去学习 去进步 可以找到我人生的自信 把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再找回来 甚至比以前还要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感谢翠妈妈的 真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呢 孩子们说了 他们是专门为翠妈妈的生日来打开礼物了 所以现在就要问一问三位嘉宾 今天孩子们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他们作为 他们作为普通人 他们能不能将自己一份感恩之心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真的给到崔妈妈 所以现在你们的选择 蓝灯给 红灯 好的 选招通过 恭喜恭喜 恭喜孩子们 那接下来啊 孩子们 你们就要选择了 场上有两个盒子 一边是金色 一边是银色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两个盒子里 礼物的价值不一样啊 一个是大礼物 一个是小礼物 嗯 孩子们考虑一下 你们 选 哪个颜色的箱子 告诉我 哪个颜色 可以讨论一下 你们可以指 哦 所有人都指向了银色箱子 全部是银色吗 好 不改变了 好吗 那讲得这样 在开箱之前 要为难一下各位 按照规矩 说出我们栏目组的口号 好不好 八个字 八个字 也就是 孩子们 现在可以说出这几个字 因为我知道 崔妈妈一直在教 用一种课书的方式 在教他们发声 刚才我听旁边这位 这位孩子 这个声音 说话声音 你说得非常好了 我想问问 你知道我们栏目的口号吗 好 我们的助教呢 给出了手语 你明白吗 打开 吸血 这 香 有 你 开箱 太棒了 开箱 来 这么多孩子 过来看一看 你们送给老师的礼物 将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来 这么多孩子 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把一份礼物 送给叫做妈妈的人 崔英女士 到底是什么礼物 已经不重要了 这份心意 相信你已经收到了 您的礼物是 我 单载上帝 还分析 送给你们的崔妈妈妈 记录所有你们美好的时刻 记录你们的感情 亲情 所有的一切 美好的画面 都属于你们 我建议现在全场 我们唱唱生日歌好不好 送给崔英好吗 全场一起来好不好 我起头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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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所有的人 幸福 哇哦 还准备蛋糕 我们给崔团来 今天您是绝对的主角 除了来争取这份礼物 他们自己还准备了很多礼物 有鲜花 还有这个 这个是谁制作的 来 你来 他可以自己说吗 哦 来 他说今天是团长妈妈的生日 我们特别开心 这是我们花了一个晚上 然后精心制作的 希望团长妈妈喜欢他们的礼物 大家看一看 在背后有很多祝福的话 我们看一看 我来读几句 说亲爱的团长妈妈 这是你的生日 也是我们心情给你的纪念品 我们爱你 祝你的身体永远好好的 这是所有人的心愿 还有就是 你过得好吗 今天是你生日 我还一个礼物准备给你 希望你能够喜欢呢 其实我觉得 这些祝福才是对于崔英来说 最棒的 最真挚的生日礼物 崔英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恭喜崔团 谢谢 谢谢 十二生日感慨 崔团 我们还有一个重磅礼物 还有礼物 还有一个重磅礼物 这样崔团 我知道你培养出来的孩子 有很多 有很多孩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全国各地了 那今天呢 他们不能赶来 来到舞台的现场 为你亲自庆祝生日 但是他们特意录制了VCR 录制了短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吗 来看看都有谁 既然是突养 Software 这个松弹 那么自由 一定会有很多错 就是同学 путеше Cash 大地板 相信大老可父 相信粉紅 還看到 我來 做小媽媽 連所長我的 而是每天都會有生日 我都算 沒能力下出 在下的那麽生日 做了啦加劇 大祝媽媽 看著我的 哈喽,家家康大妈妈,生日快了,好久不见,我好家里,你一定要多注意珍惜,你永远是我的好妈妈。 尝尝妈妈你好吗,东西好吗,大家都好吗,尽量了,没想到你,永远有像我,我有像你,也像大家,像老师。 请你原谅,我们曾来看你,像亲一样的新鲜,堆在我心里面还没有忘记,像大家,像亲一,黑了我最爱。 尽量呼啊,衣服说,黑了我,爱多爱多,被养我,到我学习了,把七把穿打妈妈,我一直会来看你的。 妈妈,生日快乐啊,是不是觉得很surprise,你惊喜吗? 那个特别遗憾,你又不能在你身边陪你过生日吧,但是我还是想在十万八天的以外送我的祝福, 祝妈妈开天心心的,健健康康的,你看虽然我不能在你身边,但是还有这么多感爱的孩子在你身边陪你过生日, 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哦,是不是觉得自己萌萌的? 刚才我陪崔团一直看完这个长长的小片,里面呢,其实我们旁边字幕只有每一个孩子的小名,小胖,黑子, 但是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崔团连他们姓什么叫什么都知道,还不断地说,变了变了,这个胖了,瘦了, 其实在这些小片当中只有一个刚才抱着小狗,那个大家看到了吧,那个是崔团真正的亲生女儿, 现在远在美国,但是我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崔团对他们亲住的感情,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 所以今天孩子们给你过生日了,还有这么多孩子远道而来,把祝福通过短片送给您, 我们特别知道,崔团,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很多想说的,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与其说,我帮助了他们,给予了他们,其实应该说他们给予了我,给予了我太多的太多, 心灵呼唤今年是整整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当中呢,我遇到了太多太多的, 太多太多的困难和艰辛,当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真的就像老师们讲的那种干净,那种纯净, 而且那种眼神,看着我的时候,用那种模糊不清的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说,妈妈,我们在你身边,妈妈有我们在的时候, 我真的,我真的,不管多难,我都放不下来, 是他们给了我坚持到今天的勇气和动力, 他们因为不会说话,可以说,就是说, 来的时候呢,就是羞答答的,自暴,自残,自弃, 这个,这都,都,都,都表现过, 非常不自信,对,很不自信, 然后呢,现在呢,变成了自强,自尊,自立的这种艺术工作者, 这真的是,全社会给予他们的爱, 是这个社会给予了心灵呼唤的孩子们太多的爱, 所以才,太多的好心人给予他们的爱, 所以让他们才这样如此的阳光, 如此的快乐, 所以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谢谢推团, 希望你们呢,会创造一个又一个娇人的成绩, 放在你们的团部里面,好吗? 也希望你们能通过你们的行动, 能够感召电视机前更多的聋哑孩子们, 让他们鼓励他们去自信, 鼓励他们去乐观, 鼓励他们去寻找人生当中他们最擅长的那一部分, 让他们去找到属于自己开心快乐的人生, 就像这些离开了我们舞团的孩子一样, 你看到了吗? 他们同样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乐观向上, 我希望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聋哑孩子们, 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开心, 自信, 快乐, 好,谢谢, 谢谢推团, 再一次祝您生日快乐,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申请, 能不能把这个蛋糕切一下, 分给每一位观众和嘉宾感受一下我们的甜蜜, 分享一下推团的幸福, 生日是需要甜蜜的, 不仅是眼泪, 对不对? 来, 切开蛋糕, 分享喜悦和甜蜜吧,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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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要把一份礼物送给现场的某位观众, 到底是谁, 转动大屏幕, 三, 二, 一, 请, 谢谢观众朋友在哪里, 大姐站不站, 好像在我们的左手边, 大姐, 你是要放弃吗, 这个机会, 怎么称呼您, 你好, 来, 哎呦呦呦, 有点晕感觉, 大姐怎么像喝了二两上来, 叫, 怎么称呼, 是被幸福撞了鱼, 张鱼, 来, 我帮您吻一吻啊, 大姐是这样啊, 张大姐, 咱们拿走礼物, 还得答题, 按照老规矩, 我给您出一道特别特别简单的题, 请您说出三位古代诗人的名字, 古代诗人的名字, 哇, 小朋友已经开始抢答了啊, 三位就可以, 李清掉, 李清照, 诗人也算, 李白, 李白, 怎么张三李四, 您都说李家门的事啊, 再说一遍心理的, 白G1, 答对了, 对, 顺利通关, 那我们栏目的口号呢, 打开惊喜, 这个香油理, 哎呀, 怎么那么好笑, 大姐, 您高兴什么呢, 顺利高兴, 怎么了, 你都没见过, 没遇到过这种场面, 哦, 你就, 就一直偷奖的时候, 您从来没得过奖, 连个牙刷毛巾都没得过, 没有, 大姐笑得腹肌疼刚才, 好, 不要跟大姐了, 一会出生命危险了开始, 对这份礼品啊, 能不能让你笑得更开心, 大姐我们说好了, 礼品很大, 一会儿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一会儿要等, 不然大姐血压还好吧, 大姐那算了,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得拿回去, 这点没晕, 这点没晕, 来, 大姐, 音像好了, 给你的奖品是, 奖品是, 太精通了, 加湿器一台, 这什么, 加湿器, 加湿器一台, 这个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 是非常用得着的, 好吗, 好, 大姐怎么样, 高兴吗, 高兴, 考虑到你的承受能力, 给你它加湿器, 本来是还冰箱的, 好, 谢谢, 谢谢张一大姐, 马上掌声请上, 下位挑战者, 谢谢, 我现在看到的关闹, 朋友们好, 三五六十号, 我是三龙林一的, 我叫大风, 张勇哲, 大风, 大风, 今天来是为谁开箱的, 大风, 今天来, 我是为我妈妈开箱的, 在这开箱之前, 我现在给大家送的礼物, 你给我拿话筒, 我给大家发发, 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我们家乡的, 一模特餐的煎饼, 煎饼, 煎饼了, 我妈妈知道, 我来参加的煎饼, 给我四天内容, 给我煮的鸡蛋, 拿的煎饼, 哦, 四点多, 凌晨四点多, 煮的鸡蛋, 拿的煎饼, 给凡尾垃圾, 还有鸡蛋的观众, 唱唱, 哦, 行, 好, 哇, 谢谢, 真棒, 哇, 鲜菜都卷上了, 还有鸡蛋, 谢谢, 我今天这个, 今天没有我妈妈来开这个箱, 开这个箱, 因为, 我从小生活为一个单亲家庭, 我因为我爸爸这个, 我11岁的年, 我爸爸就去世了, 所以我妈妈拿着我, 我没准备饭了吧, 这个, 称张, 哦, 也就是说, 妈妈一个人拉扯你们姐妹仨, 对, 从你11岁的时候, 对, 嗯, 然后我妈妈就是, 就是, 呃, 卖粥, 早餐, 哦, 早餐卖粥, 对, 靠卖粥养活你们, 对, 还有就是说, 平时, 这个, 妈妈有一次出炒的时候, 嗯, 就是田肥上烟, 你知道吗, 她一个人敢, 呃, 一个人敢, 或者就是, 呃, 热死了在地里, 哦, 就是天气太热了在地里, 对, 老人家昏, 昏死了过去是吗, 昏死了, 然后让我们邻居发现了, 嗯, 邻居发现了以后, 这个, 是那种, 单, 单差给拉架起的, 给拉架起, 正好我放学那天, 我一看, 我一看他这个, 就是, 都不懂人睡了, 嗯, 然后, 我特别的难受, 我这次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 我说妈妈, 我去参加中央来, 开一个节目, 我说你愿意去吧, 他说, 我想去, 但是我, 确实也不能去, 因为他有心脏病, 嗯, 所以我希望妈妈能过得开心, 虽然说他不能来到现场, 但是我今天, 我这个, 把我妈妈的照片拿来了, 我拿给你看, 那大凤你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今天来到舞台上, 要随身把妈妈的照片, 也带在身上, 我希望就是, 嗯, 还我妈妈一个心愿, 此时此刻下面, 我没有摄影的老师, 我相信刚才那一瞬间, 你的愿望呢, 已经实现了, 我觉得这样吧, 你现在可以对着镜头给妈妈, 专门给妈妈, 唱几句, 怎么样, 跳得唱, 妈妈呀妈妈, 亲爱的妈妈, 你经历我, 走上歌唱, 上摇, 我最亲爱的妈妈, 最亲爱的妈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自于山东的, 担心家庭的孩子, 今天妈妈虽然不能来, 但带了照片到舞台现场来, 那今天要赢得一份礼物, 给妈妈对不对, 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了, 现在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靠你的表现, 征服每位观众, 征服三位评审, 阿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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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评订》 《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评订》 《评订》 我还有多 我还有多 突然发现好像山东也出高音啊 草帽的声音很亮 朱志文那唱歌也很好 这样朱志文老乡来了 咱们要不要对歌一曲 好不好 咱们要不要对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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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今天 我们要不要对歌一曲 咱们要不要对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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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要对歌一曲 咱们要不要对歌一曲 zeich 用山东话说 打开解析 炸小油里 开箱 大方 你将获得的礼物是 我妈妈 这次我当的也被逼我 回答送给你 在我不带的时候 在我不回也不回家的时候 你就有第二次看了 好的 再一次恭喜大空 也祝愿大空的母亲 可以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电视送给你 送给你 大空妈妈 下面就把一个礼物 送给场外的观众 对不对 来 看看到底是谁 大屏幕 滚动 开始 停 178 尾号是2410 导播 电话连线塔 如果他不接的话 这份礼物就要给现场观众 我觉得 听 听 通了 他会接吗 不会啊 不会接 等会儿 你们希望他接吗 你好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这箱有理 综艺盛典栏目组 你好 你好 之前你是不是少过我们的二维码 是 那今天非常恭喜你 我们在节目的现场抽中你 一份幸运大奖 要送给你 现场观众告诉他 非常失望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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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呃 那个 我把名字给忘了 女生叫张磊 男生叫朱之文 不 叫布斌 好 好 那我们栏目的口号 你还记得吗 打开 打开箱子这箱有理 打开箱子这箱有理 对 叫打开惊喜 这箱有理 也没错 很实际 怎么称呼您 说了半天 我姓李 小李 小李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 八十五 多大 二十五 二十五 八十五 所以声音这么嫩 听起来 好 小李现在呢 我们厂上还有一个银色礼物 给他送给你 告诉我 你最想要什么礼物 呃 我最想要的是手机 手机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小李 呃 青海 青海啊 好远好远 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睡觉了 是因为时间很晚了现在 呃 我刚洗完澡 刚刚洗完澡 好吧这个可以不用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的小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礼物是什么 哦 远在青海的刚刚洗完澡的小李哈 将获得一份什么礼物呢 是手机吗 沐浴露 还是沐浴露 还是其他什么洗脚盆 小李你的奖品是 你的奖品是 哇 恭喜你 来自青海的小李你获得的礼品是吸尘器一台 吸尘器送给你小李 稍后将快递到你家里去 好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别忘了 马上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参加我们的场外观众抽奖环节 是关键是最近要是半夜有北京来电的话 你一定要接听哈 也许是一份好运在等待着你 好的 闲话潮叙 马上掌声请上下位挑战者登场 先给我称呼一下 叫成名字 大家好 评委老师好 我是来自晚北煤店集团 武装保卫 宋良记 宋良 宋先生 名字很酷 那你的刚才说的是暗器是不是 就是暗器 暗器 吹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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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种武侠片里那种 独门暗器 对对对 那你试试朱志文那你吹给我看看 那这样吧 我们每一次呢来这表演开箱的都会有一个理由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为了谁来开箱 为谁开箱 为我的老婆孩子 也是为了妻子和孩子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这个从事这个武装保卫工作 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时间在家 再加上我平时就教教教这个暗器 中国暗器 他在家里面是很是辛苦 所以说今天我在这开箱有礼 想给他一个惊喜 我发现今天来的全是好男人啊 都想起了家里的爱人和孩子 所以呢今天能不能拿到这份礼物 我要看你这个暗器能绝到什么地步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我就马上进入他的展示环节 好宋先生我们现在看到了场上呢 已经桌子上摆了六个没有开封的啤酒瓶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问宋先生你大概在几米之外 要用你的暗器来打碎啤酒瓶 五米 五米 好来请就位 噢 哇 天呐 我发现阶暗器杀伤力很大啊 我发现阶暗器杀伤力很大啊 哇 小心 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根普通的管子 更像枪管一样 而且它这个力量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很近 大家可以从这个飞溅的啤酒瓶 也可以看到它的力道是相当大的 练了多久了 老宋 我这个练中国暗器 你练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的功力 展示完以后状态都不一样 非常不信 因为刚才就差了 等于是一标 几乎是标标都准 那接下来 宋先生我们得提高一个难度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下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来 请上道具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宋先生决定把他的目标更加的缩小 缩小成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 那么这个乒乓球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我们要请出宋先生的助手 来 请就位 能否成功 我觉得最紧张的还有他的助手 我们看到乒乓球就那样被飞标定在了我们后面的道具板上 哇 厉害哦 厉害 相当精彩 来 我们的嘉宾 怎么样 看后 还满 他又不拿飞标吹你脑袋 你怕什么呀 我让你点评 我不是说下一个目标是你 点评啊 对 我以为叫我顶着呢 这是个好主意 好吧好吧 来来来 叫我顶着话 我推荐朱志文 因为朱志文这脑袋比我这平 我这太滑胳膊上 那就让你点评一下 来 别紧张 我觉得这位朋友 您就是把这个暗器玩得非常之好 非常好 不但那么鹦鹉 玩飙玩得这么好 还那么不佳 你真是一个好男人 作为男人 我得向你学习 好 那我们宋先生能否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获得打开礼物和的权利呢 三位嘉宾考虑之后 给出我们最后的决定 你们的决定是 好 通过 恭喜宋先生 我个浩瀚子 每天要直想 我们接下来呢 您要给我一个您的最后答案了 宋先生考虑一下场上两个礼物盒 金色和银色 您要哪一个 我要选 银色 银色的礼物盒 是吗 是 好 在开箱前 宋先生 请说出我们栏目的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送给您爱人和孩子的礼物 究竟是什么 宋先生 今晚你的礼物将是 今晚你的礼物将是 全主动滚同席这一台 恭喜你 恭喜宋先生 早是可以少洗衣服了 对 可以为他减轻家务劳动了 但是我觉得 不管送什么礼物 就像文化姐刚才说的 对他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多多的陪伴他们 特别是孩子成长的时候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宋先生 好的 现在要把一份奖品送给场外的观众 到底是谁 一起来看大屏幕的电话号码选择 321 停 号码是1355 号是1387 导播电话马上连线他 不知道有这么多观众朋友 都是早睡早起啊 喂 这位观众能听到我吗 喂 喂 能听到 喂 你好 你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综艺盛典 这箱有礼 我是主持人顾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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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磊 您之前是通过扫描二维码和我们的节目 取得过联系 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现场非常幸运地告诉你 你将获得一份大奖 你高不高兴 高兴 非常高兴 我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赵 赵女士 对吗 对对对 您现在在哪个城市呢 山东和泽 是女士吗 又是一个和泽的 是赵女士还是赵先生 赵女士 这是我奶奶的电话 您是一位先生是吗 您是他孙子是吗 耳飞 对对对 这是我奶奶的电话 赵先生您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还是学生 还是学生 奶奶高瘦了 奶奶非常高兴 我问我问奶奶多大了 奶奶非常高瘦 八十了 八十了 对对对 八十了 这之前是奶奶自己扫描二维码和我们联系的吗 还是你用奶奶的手机 对对对对 是的 奶奶自己啊 对对 奶奶自己扫描的 好时髦的一位奶奶八十岁了 就是这样扫了一扫就改变了奶奶的命运 对 那现在到底一份奖品送给你奶奶是什么奖品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说什么奖品 金色的盒子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金色的盒子 好的 我们节目有一个口号 赵先生您知道是什么吗 八个字 打开金几只相有礼 好 赵先生您的奖品是 硬盘 一个移动硬盘一个送给你赵先生 顾斌 赵先生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要送给别的奶奶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送给八十岁 这么时尚还会扫描二维码的这个赵奶奶 一定有用 好赵先生回头见 继续关注我们的这项游里 再见 再见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出本场 最后一位挑战者 大家好 我叫成春 来自贵州贵阳 贵州贵阳 成春 他是一位有着绝技的达人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个绝技很有意思 是 这个绝技他是怎么想练的 是因为他五岁的时候 看到一种外来的物种 哇 外星人吗 得到启发 然后练习的 你来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 五岁的时候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有一个亲人 然后他讲了 那个会喷水的涉水鱼 鱼在水里 它可以通过水柱 来击打上面的这个昆虫是吗 对 它靠着它的嘴巴喷射 一道水柱 把昆虫打下来 然后吃掉它 然后呢 之后呢 然后呢 然后那个鱼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感觉挺好奇的 每天都蹲在那里看 结果 两个月的时间吧 那个鱼全部死掉了 什么感觉 特别难过 你为什么要哭呢 鱼死了 那也很正常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就带养一些啊 因为那个时候 比较穷 在农村嘛 然后那个网络 也不是很发达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当时在想 这个也肯定是世界上独一无碍的 它全部死掉了之后 我想可能我再也见不到它了 最后我就突发奇想 练一种喷水的装置 来怀念它 其实可能我们很难理解 但是其实像陈先生这种想法 很多外国人会有 就他觉得对一样东西好奇 他就会花毕生的精力 或者我们难以想象的时间 精力和财力 然后去研究它 那究竟陈先生 他为了纪念这种小时候 看到过的奇妙的涉水鱼 他自己发明了一种什么绝技呢 现在就让大家大开眼界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舞台上呢 布置了好像看似 非常复杂的一些道具 那究竟陈先生 他所练习的是 怎样一种绝技呢 这样陈春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打一个杯子 好不好 你怎样把它打倒 让我们的观众 有一个形象的认识 你用水打它 来 好 看到了吗 它就类似于用手的一个压力 然后喷出了水柱 然后击打前面的这个水杯 击打前面的目标物 那以前最远的距离 你的保持是多少 最大射程在七米 七米 那高呢 高度三米以上 三米 那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应该在三米还是四米 这个距离有三两三米吧 有三米左右 但是他那个准确性要求很高 对 因为你今天要挑战的是 要用你的喷水柱 打掉前面 十五个杯子 十五个 十五个还是十六个 十六个 十六个杯子 十六个杯子 对吗 对 在你正式挑战开始之前 陈春我想问问你这一次来 你是为谁打开礼物盒 嗯 为我的女儿 好 在赢得礼物之前 首先你需要好好的表演 好不好 嗯 特别不善言辞的一位挑战者 好 那我们来看您的挑战吧 好吗 来看行动 好吗 加油 我们陈春的挑战 开始 大家为他加加油 两个 加油 加油 没事 好 三个 好 五个 六个 加油 七个 八个 九个 加油 加油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为他加油 注意一下 十个 十一 跃到后面力量越弱 十二 好 加油 十三 十四 十五 对吗 十六 十七 十八 最后一个好难 最后一个好难 超密 不是 我发现 陈春还很幽默 过来近距离 有心机 有毅力 还有一种浪费水的能力 我们回收水 就是他 你看他玩什么 只要玩认真了 对 他就能玩出名堂来 这就算出了名堂了 玩出名堂来了 对吧 所以说 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 只要认了真 他就做成了 除了认 他可以现在用他 所玩的时候 玩的东西 来为他女儿 来争取一项东西 争取一个生活中的用品 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父亲 才能够做到的那种 慈爱的心 哎呀 好父亲 真是好父亲 谢谢老师 来 主持人 你看人家死了几条鱼 就练了这么多年 这样的绝技 咱家如果小鸭小鹅死了 咱学什么呀 我也是会心疼的 他那么执着 我想说一句 世上武难事 就怕有心人 我想说这位朋友 有梦想 就会有希望 我希望你 能拿着一个大将 给你女儿带回家去 谢谢周老师 那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看到了 其实这一项练习 也给你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奇妙的变化 他跟我说 就因为这一项绝技 他已经参加了 很多的演出和比赛 我相信这是你当初 没有想到过的 对吗 特别庆幸的是 三米以上的高度 已经是吉尼斯的世界纪录了 我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 关键 他现在内心已经由 纪念一下小鱼儿 变成了 他现在心里 已经有一个高度了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 他是这个吉尼斯 高度的保持者 是这一项技艺 那么今天 陈春能否为他的女儿 打开礼物盒 我们的三位嘉宾 考虑一下 给出我们 你们最后的决定 好了 全票 最初的梦想 紧握在手上 最想要去的地方 射水陈春 获得了一次 打开礼物盒的机会 好 那陈春 接下来不用紧张了 因为你已经顺利通关了 现在你只需要 仔细考虑一下 告诉我一个 你最后的决定 陈春 厂上现在有两个礼物盒 她太紧张了 谁都不敢看 那你看一下 左边 记住了啊 左边 金色 金色的 右边 银色的 你要哪一个 想要哪个 想要女儿喜欢什么颜色 金色的 金色 金色 好 陈春你知道我们 栏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打开惊喜 这香有你 好 说得好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晚你将赢得的礼物是 陈春 今晚你将赢得的礼物是 哇 平板见了 一拍陈春 谢谢 虽然我觉得 比电视更酷哦 对啊 虽然我觉得 可能没有电视那么大 相信呢 她通过她呢 你的女儿也可以看到 更多更精彩的世界 来自贵州贵阳 陈春 电脑 谢谢 宋年宁 带你一下 才我们下女儿问好 女儿健康成长 好吗 谢谢 我们要把一份大奖 送给在现场坚守的观众 到底谁可以获奖 大屏幕 告诉我们 停 你好 你好 这位大姐 怎么称呼您 我叫董欣 董欣 董小姐 董大姐 你还需要答一道题 才能拿走 和当中的礼物 好吗 赶紧 题目很简单 三国演义当中的三国 是哪三国 是未属 没错 未属 回答正确 恭喜恭喜恭喜 第二个很简单的 常规问题 我们栏目的口号是 打开惊喜 开箱 有礼 答错了 打开惊喜 这箱 有礼 董小姐 来 我们的礼品是什么 你的礼物将是 继续招一把 送给您的先生 好不好 怎么样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父亲也可以 这个董小姐 有他自己的送 为什么送给父亲 我觉得爸爸和妈妈 对我们的付出 应该远远胜于 我爱人对我的付出 所以今天这个礼物 虽然很小 但是我觉得它很珍贵 我要送给 坐在现场的我爸爸 哇 董爸爸在哪里 好幸福啊 有一两一位女 谢谢 最后我们要把 一份奖品 一份大奖 送给现场三位 勤勤恳恳的评委 到底谁可以获奖 是朱志文英文华 还是我们的陈寒版 看大屏幕 三二一 请 终于是日本 碧眼拍子 恭喜你啊 三位请上台 来 有请 我发现今天的现场 好像山东的朋友 运气特别好 对吧 那朱志文 接下来再看一看 你的运气怎么样 好吗 好 同样的规则 礼物有大有小 金色银色 哪一个箱子 你要哪一个 我要金色 金色箱子 金色 好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口号 打开惊喜 这箱 有礼 开箱 来 朱志文 今晚你的礼物将会是 打开惊喜 这箱 有礼 开箱 来 好 朱志文 今晚你的礼物将会是 将会是 自动扫地基一步 多么现代化 一几人扫地基 怎么样 这礼物 这没见过 怎么那么好呢 朱志文 我们原来得奖 我们都不拿走 对 有一期节目 韩版都得奖了 送给文化姐 去做慈善了 然后我们送给 咱们一个学校 朱志文 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是吧 其实呢 就是我 我刚才看的那几个 那个那一帮呢 聋哑儿童 他对他这个老师的 那个爱啊 那么好 我希望呢 咱们就是说 咱们没有这个 咱这样用手扫地 但是把这个东西 虽然是小 但是这个情意重 送给咱们这个爱情 这个 送金灵呼唤 对 来 欢迎 小朋友 我希望你艺术团好 这么来 谢谢 谢谢 好的 大家感谢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 下周同一期 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赶紧下周同一期 未来传递手遍无情爱 永远的梦想运至少未来 我们的路就是我们的心灰的解采